大家好,我是明仙 春天要都吃牛肉 这是我家孩子一周吃五次的欢钱牛肉汤 营养美味,牛肉滑嫩,孩子特爱吃 首先准备葱段和姜丝 倒入少许开水,用筷子搅拌均匀备用 再准备一块牛肉 牛肉显得牛里鸡肉,口感会更好 用刀逆着纹路切薄薄的片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嫩 全部切好放入碗里 接下来倒入两勺葱姜水去腥 倒入几滴老抽调色,一勺生抽,蚝油 适量的胡椒粉,一大勺地瓜粉 加地瓜粉也是牛肉滑嫩的关键 再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倒入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用手抓拌均匀再腌制十分钟使它入味 准备两个孩子爱吃的西红柿 用刀在尾部切十字花刀 再倒入滚烫的开水摸过西红柿 把它浸泡十分钟去皮 准备三瓣上拼命地把它拍散 再切成蒜末 再切一些葱末和葱花 全部切好换碗里备用 西红柿浸泡好把它切出来 经过开水浸泡一下就能轻轻松松地剥去它的皮了 全部剥好换案板上用刀把它切成西红柿丁 西红柿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西红柿炒鸡蛋了 大家肯定都吃过吧 全部切好换碗里备用 锅烧热倒入少许油油热换入葱蒜煸炒中火不停地炒 炒出它们的香味 炒香后倒入西红柿大火炒一分钟 把西红柿炒软炒出它的汁水 炒至软烂后倒入一碗清水 用铲子把它翻拌均匀在大火煮开 水开用铲子扁一下浮沫 解干净后关火 再把腌制好的牛肉一片一片的换入锅里 换下去后别急着去翻动它容易偷姜 全部换入后用中火把它煮开 倒入一小勺盐一小勺鸡精 等煮至定型后用筷子轻轻地晃动一下 水开煮一分钟牛肉就熟了 别煮太久了 否则牛肉就老了 最后撒入迷人的小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装碗里即可享受美食了 这样我的花浅牛肉汤就做好了 汤鲜味美又酸酸 牛肉滑嫩不塞呀 营养又下换 如果你喜欢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们明天见拜拜